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4月25日 今天是星期一 來到星期一的晚上 這一節想跟大家說一些軍事的事情 早前 Tesla和SpaceX的老闆馬斯克 大大力用星鏈支持烏克蘭 星鏈這個技術 就是透過很多的衛星 造成一個衛星通訊網 換句話說 他透過很多衛星造成的通訊網 就是好像一個互聯網的Network 但是大家都知道 互聯網的Network就在地面 所以互聯網Network的壞處是什麼呢 就是他可以在地面遭受破壞 所以發生這個 大地震 又或者發生災難 又或者發生戰爭的時候 局部的 互聯網網絡就會完全失去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這個日本 發生311大地震的時候 當時 就是固網電話 所有的地面的線路 全部都不通 所以 這個時候就需要動用衛星 實際上 軍事上面 所有的軍隊其實都會配備 通訊衛星 可以打衛星電話 因為 敵方要切斷你的衛星通訊 其實是相當困難 可以有能力進出太空 攻擊你的衛星 從而截斷 你的衛星通訊 的國家 你數不到多少個 換句話說 其實來來去去 只有我兩個 一個叫俄羅斯 一個叫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所以理論上 用衛星電話 除了你的衛星 被人攻擊之外 他要切斷你的通訊能力 其實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這節我們要講的正正就是馬斯克的衛星 Starlink遭受 俄羅斯攻擊 到底俄羅斯的攻擊 是不是真的臭效呢 我們在說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 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升旗易得道 升旗易入報 還有我們的後備頻道 升旗易新聞集團 請大家繼續運用以下幾種方式支持我們 包括就是付費模式 付費模式 我們有三種渠道 第一就是Patreon 第二就是YouTube會員頻道 第三就是我們的直播節目 也是YouTube 逢星期二直播 逢星期二直播 大家可以繳交月費 但是我們告訴大家 我們希望大家 如果可以的話 盡量集中在Patreon 因為Patreon 就是抽水 絕對沒有YouTube那麼高 我們繼續希望大家 付費的會員也好 其他的會員也好 請繼續 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本台 免費模式依然是本台非常推崇的一種模式 因為 我們不喜歡收聽眾錢 說真的 我們不想收捐款 我們就算是收 我們只是會收月費 而且月費 是薄利多銷 是一個 非常之廉價的費用 因為我們希望做的就是這件事 不應該覺得濫收 也不應該動不動 無端端去籌款 我認為 我們認為香港人 再去搞集資 只有幾種情況 是需要的 第一 你籌組 香港的 流亡政府 又或者影子政府 又或者影子議會 總之 跟香港 那個實體有關 政治實體有關 這件事我們會贊成 這是第一 第二件事 跟光復有關 光復的事項 包括 香港 組織 自衛隊 香港人接受訓練 接受在未來 對著邪惡政權 有衝突的時候 有能力自衛的訓練 這些我們全部都會贊成 這些 不是 小的數目 這些我們是會唯一贊成的 除此以外 任何形式的集資 我們基本上 都不會贊成的 除非真的有很特別的原因 我們更加不會贊成 就是用集資打官司的方式去對抗 因為第一 你在香港打官司 一點意思都沒有 你還要 在對方控制了的司法系統之下 拿一張 沒有意義的勝訴書 就算是勝訴 也是一張廢紙 更何況你不會勝訴呢 不詳細再說這裏 暫時 原則是這樣的 除非有很特別的情況 當然有特別的情況 我們再詳細再論述 自從這個俄烏戰爭爆發 雖然俄羅斯不承認是戰爭 但是這個很明顯是一個侵略戰 SpaceX的老闆 馬斯克 特斯拉的老闆 立即二話不說 將他的星鏈技術 將他的星鏈衛星 提供給烏克蘭使用 使得 烏克蘭 全境 基本上 他的網絡 不受到任何的攻擊 SpaceX甚至乎是輕易 Starlink 甚至乎是輕易 將俄羅斯的電池攻擊擋下來 大家都知道 其實要攻擊人造衛星是相當困難 首先人造衛星 身處的位置是外太空 外太空 我們有分地是地球的低軌道 地球的高軌道 或是地球的靜子軌道 所以如果你細心想一下 你要攻擊一個人造衛星 其實是相當困難 首先他就是用高速正在移動 你要攻擊人造衛星 你就要有準確的人造衛星的計算能力 你要鎖定到他 也有 進出外太空的能力 才能夠攻擊人造衛星 這次俄羅斯對SpaceX的攻擊 似乎是從幾方面 一方面就是從電池攻擊 另一方面就應該是從程式 攻擊STAR LINK 從物理上去成功攻擊STAR LINK的衛星 基本上是沒有辦法成功的了 因為 SpaceX發射了過千顆衛星 上去外太空 如果你要將 過千顆衛星全部擊落下來 其實是相當困難 衛星武器有很多自殺式的衛星武器 簡單來說都是用人做衛星 但是它的用途就是用來攻擊其他人做衛星 方法就像自殺式襲擊一樣 基本上就是 去 跟對方的衛星相同的軌道 相同的位置 嘗試 撞過去 我們可以想像到 你用這個方法去對付Starlink 基本上是不可能臭效 因為對方有過千粒 這樣的衛星 你要用過千粒的衛星 準確追擊對方過千粒的衛星 這件事的成本 相當之高 而俄羅斯也似乎沒有這樣的能力 所以俄羅斯這次選擇 就是用Software的方法 用軟件的方式 攻擊Starlink 透過使用這個電池訊號 就是嘗試干擾 換句話說 這個就是ECM ECM應該大家都會知道 就是這個所謂電子干擾戰 其實就是發放 就是電池波 攻擊對方的電子儀器 結果Starlink曾經有一段時間斷線 斷了幾個小時 然後 過了兩天 更新了軟體之後 就很快就對應到所謂的電池訊號攻擊 結果俄羅斯攻擊Starlink系統 就是失敗告終 當然這個星鏈就是現在俄羅斯 紮紮跳 沒有辦法 因為這個莫斯科號的下沉 一直都承傳 跟星鏈有關 用星鏈系統 把莫斯科號鎖定 然後烏克蘭再用 海王星反艦飛彈 把莫斯科號 打沉 當初也不願意承認 說莫斯科號 著火 接著要拖回港口 結果現在 就變了珊瑚礁 俄羅斯會做的方法 對烏克蘭沒有負 只能夠對烏克蘭的平民 做出暴行發洩 所以大家真的要很小心 即使 科技和軍事 這兩個邪惡國家 連不贏你 到最後 他會做盡 針對平民 的暴行 所以接下來我們可以預計 假如習近平真的是發瘋 中共真的是發瘋 要豪賭一波 要預備攻擊 台灣 我們可以想像到 首先第一 這個 馬斯克 的星鏈技術就會繼續介入 而我們也可以想像到 就是共軍射了他的導彈之後 他沒有足夠的晶片 他 不能夠再用制度武器 就是導彈遠距離攻擊 他會嘗試入侵 容易入侵的地方 這個我們很久之前也曾經做過推測 當時推測 但是如果你現在細心一想 你認為整個台灣地區 最容易被 共產黨入侵到的是甚麼地方呢 答案 就是最近中國大陸 福建的金門 金門的民眾 以我們所認知 絕大多數都是親共的 但是我又想告訴大家 其實烏克蘭的情況也是一樣 烏克蘭 遭受 大屠殺 大迫害 的這個地方 叫做馬里烏波爾 這個地方 如果用投票的紀錄去看 其實他是親俄的 你可以看到投票顯示 他們的政治立場 比較傾向就是俄羅斯 到最後 馬里烏波爾 是甚麼景象 俄羅斯有沒有因為 親俄 對你手下留情呢 大家清楚留意一下 同樣地 台灣 國民黨 非常親共 是不是他會對你手下留情呢 我認為他根本完全不會 到最後 很可能手氣刀落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裡